大字塔 奉哲理主理 遵提少伯和 所謂布施者 必獲其利益 若為樂故事 厚必得安樂 共生以氣 當怨眾生 所作接伴 具足佛法 献事者 消災排位 消災免難 富貴自在 同乘佛道 迴向往生者 所有往生排位 罪障消除 永離山途 同生净土 共生功德殊勝行 无边圣福皆迴向 不愿成立诸众生 述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莫赫萨波罗咪 好 我们等下回向完 有三本书 包括各位手上拿了一本 都可以带回家 这个寇顺本也要带回家 做焉供 好不好 然后还有一片 影片刚翻成中文的 泰国最出名的 阿赞多尊者的影片翻中文 还有为什么要点灯 太重要了 大家都喜欢点灯 点灯的功德按照经典 点灯手册 还有为什么要做焉供 乃至诗诗 你把它看一遍 你更有信心 就算你都不会念 很简单 奥阿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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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好了 奥阿奥就是 食物清净无量转化 奥阿奥阿奥 让他们脱离六道尊 或往生净土 就算你不会念 但是你如果能够念圆满 当然功德越大了 还有一本是 阿底侠尊者 以及他的弟子 家言录 那这些呢 还有包括法会读诵本 都希望各位带回家 还有跟昨天一样 一包甘露丝丝香 一包饰料 鱼饰料 当然这只是引导各位做 以后各位自己可以做更多的鱼饰料 或是面包 因为这边的河流很多 鸟很多 都可以跟他们结缘 而且你撒下去也观想 无形的众生也吃得到 奥阿奥奥阿奥 那我想我们每天都这样 羞耻悲心 累积福报 广结善缘 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强烈 那世间的问题就越来越淡化 就像光明越亮 黑暗就不见了 慢慢就不见了 所以如何时时保持那种光明的状态 就是慈悲的状态 慈悲波罗蜜 包含所有波罗蜜 所以特别佛陀说 不失食物又不会杀身 这是基本的 生生事是长寿健康 这个是大家求的 不杀身兼不失食物 而且我们不失 不失食物太容易做 但是不是光人 佛教讲平等的 对六道众生 我们都要布施 对三宝要布施 要供养 然后拜神 护法神 布施人 阿修罗道 给鬼道 地狱道 给官墙 出生道 那我想都要累积 功德 资粮 福报 福报越大 业障就 越容易消 业障消得快 智慧就容易开 那 福报功德圆满 那我们还可以 真正的 福会圆满 就可以成佛了 好 我们现在要翻到 176页 我们要念 消灾 有些菩萨要供养我 太好了 把这个钱拿去 买食物 替我布施 买几只小鱼 替我布施 好不好 拜托你 因为我来 医保 就是交代他们 一定要买很多小鱼 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 下一站 我明天去新加坡了 没得放小鱼 没有得放了 我们医保 马来西亚 太方便了 这么多小鱼 河流这么干净 然后呢 布施食物 面包 他们都愿意吃 太好了 所以 还有种鱼叫 巴丁鱼 哇 也非常好 只是你放的时候 放小尾也好 小尾人家不会抓 对不对 价钱又便宜 当然放大尾也很好 如果知道 他要被杀 那时候 无论如何 麻烦各位 多做烟供 多放生 多布施米 这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却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是最重要的 来 把今天功德 复习一次 然后我们 等一下做排位回向 愿意此功德 六灾日 十灾日 一意备 佛陀加持 大众发心 慈悲大放生 甘露失实 慈悲焉供 慈悲要供 替身多玛 供养生寵 消灾拔肚 听闻佛法 念诵法语 各项功德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父母 祖先恩 各位每天做功德 每次做功德 一定要记得回向 那一次 历代祖先 往生父母 欺世父母 冤亲在主 这一定要回向 因为如果你父母 祖先 冤亲在主 没有超度 那你就会有很多障碍 身体的 心情的 智慧的 事业的 这是起码要做的 先帮助自己 进一步可以帮助众生 但是你要回向给父母 祖先 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就是以慈悲心 为众生做 回向众生 再回向回来 这样力量最大了 再来 上报所有众生恩 因为所有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父母 你既然会孝顺你 现世有缘的父母 更要孝顺所有众生父母 再来 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 现在我们的爸爸妈妈 都在各国家领导的 管理之下 爱护之下 就像你的妈妈 待在那个老人院 你要经常给老人院院长送送礼 希望好好对待我妈妈 所以所有的人类 都有领导 每个国家 所以我们希望各级领导 不分国家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 都有福报 那如果这些领导有福报 有智慧啊 那我们这些众生妈妈们 众生父亲就比较好过一点了 所以要每天回向各级国家 社会领导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下祭地狱苦 哦啊吼 下祭恶鬼苦 哦啊吼 下祭畜生苦 哦啊吼 回向所有死亡儿童 堕胎胎儿 回向所有癌症病患者 所以每天你听到这里 你可以观想很多个 你想得到的 国家社会个人 各种痛苦 都要回向 来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师智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那我要更要感谢我们 此寺庙的道长 以及各委员工作人员 更要感谢我们 蔡居士这次的安排 他是金龙假期 是吧 因为早上安排我们去 深宅中学非常好 下午安排到这边 所以每次我来 他们都安排很多 让我们修福报的机会 这次比较可惜 因为等一下我们 就要赶回基隆坡 不然我们还真想 赶快跑去红木 多几个红木 去乃至屠宰场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认识学校 红木屠宰场 我们下回来 多住几天 这些都是爸爸妈妈 为什么也是我们 修慈悲心最好的住员 所以我们用尽各种方法 来让自己不退慈悲心 也让所有众生 渐渐的离苦 所以也谢谢各位的参加 不过希望各位 就像今天一样 永远念下 上供三宝 下师有情 回向众生 每天你在家里都要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护法 上神 家里的大伯公都要供养 六道众生 你都要关怀 你阿弥陀佛不叫念给自己 念一千生给地狱道 念一千生给恶鬼道 念一千生给畜生道 那你不要光念佛不做事 要放生才能够跟动物结缘 要布施食物 特别做焉供 可以饿鬼道结缘 要念咒语 才可以跟地狱道结缘 要这样 然后呢 再为他们念佛 特别所有人类 你都看到了 我们也做人 人有各种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所有人类 以及人类往生者 天道阿修罗道 让天道阿修罗道 都发起菩提心 拥护三宝 拥护佛弟子 所以每天都这样 上供下侍 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家中的老人小孩 回向历代祖先 妻子父母 你生病 包括家里人生病的 冤亲在主 都回向给他 那你会回向不完 但是你会觉得很慈悲 那每天就是这样 生活上少欲之主 所以念一下 少欲第一父 健康第一贵 善有第一亲 涅槃第一乐 不要再忙了赚钱了 少欲第一父 这是最有钱的 健康第一贵 能够有这个身体 能够来拜佛 那太好了 来修行太好了 这是最富贵的 善有第一亲 那各位要去接近 正知正见的修行人 不分在家出家 正知正见 有悲心的 他才能够告诉我们 更多离苦得乐的方法 也告诉我们的缺点 什么是最快乐 再被一次 涅槃第一乐 涅槃就是正空性了 不再起贪嗔痴了 停止轮回了 这才是究竟的快乐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所有众生 都正的脱离轮回 都进入涅槃 就像爸爸妈妈 不要再来投胎轮回了 太痛苦了 除非他是要来做菩萨的 可以 他已经正的空性了 他来做菩萨是来问成佛 他没有痛苦 做个菩萨 怎么死他都心甘情愿 因为他了解生命的道理 他是凡夫涅槃第一的 不再起心动念了 所以男人 不要再好色了 好不好 女人 不要再爱漂亮了 好不好 不要再发飙了 你要修行要进步 涅槃就是你 你内心平静了才有快乐 不要骂人 在家里做老人做爸爸 不要骂小的 不要耍脸色 因为要让小孩子好过一点 做模范给他看 每天笑笑的拜佛 插桌子 每天笑笑的 你女儿说 我妈妈快乐 你修的功德都回现给他 你不用烦恼他 他就会发财 他就会健康 因为我们修福报给他们 你给他念念念念念念 念几十年也不好 有用再讲 没有不要念 因为我们要改变 要改变 生命一定要改变 只是年纪大 不容易改变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涛法师红法行程 9月27号至10月17号 印度红法行程 10月6号星期五 瑟拉杰斯 上午9点半 印度白杜姆长寿法会 上午10点半 海涛法师开市 下午 烟共及放生法会 10月7号星期六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旨在除罪九十节 印度 龙德寺 全天法会 10月10号星期二 上午 印度 十轮金刚大塔 落成典礼 下午 参访大爱道 比丘尼四月 集烟共 10月11号星期三 然登古佛圣诞 广泽尊王千秋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身行与恶行程 地藏菩萨 一亿倍 印度 铁丘仁波切 寺院法会 10月12号星期四 念卢社纳佛 大士智菩萨 持在除罪一千节 行天王爷千秋 印度 铁丘仁波切 寺院 慈悲师时 即铁丘仁波切 开市 10月13号星期五 念地藏菩萨 卢社纳佛 持在除罪一千节 上午十点半 印度 缩节仁波切寺院 举办开幕仪式 下午两点半 恭请缩节 仁波切 开市 敬邀 十方大德 踊跃 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点是 金门慈悲精神 举办2017 慈爱金门 两岸祈福 消灾 超见之旅 恭请 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 11月3号星期五 下午两点半 心灵讲座 记护生 地点 金门文化局 地址 金门县 金城镇 环岛北路 一段66号 11月4号星期六 上午八点半 举办八关灾戒 11月5号星期日 下午一点半 点灯 沟水 继大蒙山 慈悲师时法会 地点 金湖 综合体育馆 地址 金门县 金湖镇 市校路 5号 联络电话 082326651 082326651 法会被免费消灾 超见牌位 供大众填写 很久很久以前 一座雄伟的宫殿里 住着一位国王 唉 我的宫殿 虽然雄伟 可是已经旧了 来人哪 请陛下吩咐 我要造一座新的宫殿 到森林中去找最高的树 我要用一棵最好最大的树 来建造我的新宫殿 遵命 森林里最高的树 到底在哪呢 这棵树高壮挺拔 连天空都遮挡住了 我现在就向国王报告 王王陛下 我们已经找到您要的树 哦 很好很好啊 哈哈哈哈 看来我美丽的宫殿 很快就有着落了 我要休息了 你们都退下吧 尊敬的国王陛下 我是树神 那棵大树就是我 您没砍一幅 我就痛苦 还会令我死亡 希望您手下留情 哼 既然我是国王 我的皇宫就必须要用最好的树来建造 无论如何都要把这棵树给我砍下来 唉 如果陛下一定要砍 希望国王希望国王可以叫陈子爬到树的最上面逐渐往下 一枝一枝一结一结的砍 树神啊树神 我看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啊 这样不是比一次从树根处砍下 更令你痛苦吗 您说的不错 这样一来 我会更加痛苦 但是 如果一次就砍到 将会压坏周围的小树 小树 小树 是的 如果小树被压坏 很多小鸟和昆虫也都会失去住所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 所以 就请您一块一块的看 恳请您一定答应我这个小小的请求 再见 原来是在做梦 那个树神 宁愿自己爱数百次的痛苦 却不要旁边的小树和动物受苦 这是多么勇敢和仁慈啊 相反的 我已经拥有这么雄伟的宫殿 却还贪心不足 只为了自己个人的享受 就要砍到高大的树 而完全不顾他们的感受 我岂不是太自私了 来人哪 请陛下吩咐 新宫殿不造了 我也不要砍那棵树了 遵命陛下 从那天起 国王变成一位仁慈公正的统治者 再也不会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善待自然必得福音 阿具 赌方便响 阿贾 阿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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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